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听每日快祷 每日与主连结 我们持续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十三节上半段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生活中充满各样试探 魔鬼世界和肉体 都在想尽办法 引诱我们犯罪 败坏我们的灵性与生命 使我们落在罪恶中远离神 然而我们的神 有能力不让我们遇到 无法抵挡的试探 当我们倚靠祂 呼求祂的时候 祂就可以帮助我们 胜过邪情私欲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祢使我们倚靠圣灵 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有智慧分辨 什么是从撒旦来的引诱试探 父啊 求祢医治染疫隔离的人 不叫他们遇见试探 不听仇敌的谎言 除去负面的思想 救他们脱离死亡的毒钩 安慰他们家人牵挂的心 父啊 求祢赐给医护人员 有健康的身体 有时间可以休息 保护他们不被感染 脱离一切的凶恶 纪念他们的辛劳 弟兄姐妹 我邀请你 用这节经文 向神祷告 把自己和你所挂念的家人 都带到神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天出门前 先向父神祷告 支取信心和能力 开启得胜生活的秘诀 每日快祷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